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的康復進度神速 只是住院兩天 經過治療以後 已經可以馬上出院 返回白宮繼續辦公 特朗普一心想 可以趕及在10月15日舉行的 第二場總統大選辯論當中 再顯身手 擊敗拜登 誰不知現在這個總統辯論委員會宣佈了 說要改變形式來進行 搞得特朗普霸氣拒絕出席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總統辯論委員會作出這個決定 當然有他的藉口 他們就說 第二場辯論將會改為 網上視像的形式來進行 以保護所有參加人員的健康和安全 雙方陣營會安排在兩個偏遠的地點 遙距參與 特朗普聽到當然就很不高興 他想著面對面的形式來 擊敗拜登 怎知現在說要在網上 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節目訪問的時候就反駁了 說委員會單方面改變這個辯論形式 是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他預期 可以在第二場辯論大會當中 輕易擊敗拜登 現在叫他進行網上辯論 他就說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他不會坐在電腦面前進行辯論 他認為這個做法是非常之荒謬的 而且他用斥責總統辯論委員會 是想保護拜登 實際他這個說法都不是說沒有道理 因為拜登一早就說過 如果特朗普經過檢測之後仍然是呈陽性的話 就不應該出席辯論 這個沒有問題 只要在10月14日那一天 幫特朗普再做一次檢測 發現到他沒有問題 就可以繼續去話 是不是 現在不是 現在就直接 事先在未經諮詢的情況下 單方面來修改辯論的形式 這樣就很有問題 是造成了一個公平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上次第一場辯論大會 就已經是不公平 本來是隻抽隻隻的 誰知道就變了一抽二 那個小華來士自己赤膊上陣 在那裡猛地插著特朗普 這個就已經是不公平了 搞得特朗普的印象被人 有些人覺得 現在還說要改為網上的視像辯論 當然就會造成更多不公平的現象 面對面最多都說一抽二 最多都說懷疑 拜登不知是否帶了一些肉色的耳機 有人在他耳朵提水 現在視像辯論 分分鐘特朗普熱問上身都不行 變成一抽十一抽二十 為什麼 因為視像辯論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人監控 拜登那裡 究竟他有沒有帶耳機 究竟在他面前 會不會 有什麼提示 你在電腦看著 螢幕來做 會不會 他的幕僚 他的軍師 在馬硬提水 而特朗普的性格 那麼剛烈 那麼強硬 他就肯定不會接受 被人提水 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能力 應付得來 問題就是 拜登未必這樣想 這樣就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赤秋也有問題 更何況現在 網上辯論 所以特朗普不去 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有些人說 特朗普現在肅沙了 搞完這場中招大戲之後 就連辯論大會都不敢去 借意也不去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不是敢與不敢的問題 而是 這個總統辯論委員會 在修改形式之前 真的沒有諮詢過 特朗普陣營 如果你這樣改來改去都可以 沒有規沒有舉 你猜某些國家 自己制定完的規則 自己都不遵守 現在你們還要在不諮詢特朗普的陣營情況下 去擅自修改規則 好像少林足球那一幕 足總也是你 球證也是你 球員也是你 什麼都是你 那你玩了 這次是名益拜登 因為拜登其實不是很想去的 拜登是曾經提出過 取消第二場辯論大會 後來才迫不得已又提出這件 提出那件 當時你們明知特朗普不喜歡玩那些視像會議 你是專門玩這件事 而且極有可能會製造一個 嚴重不公平的環境出現 你都照去馬 所以特朗普不去出席是對的 這個是龍潭虎穴來的 好了 至於 距離大選 現在只有27天 特朗普的 民望支持度 一直落後 甚至乎霍士電視台 都說特朗普落後10% 其實特朗普現在能夠扭轉民意的選項 老實說越來越少 那 究竟他還有什麼 符筆可以做呢 只剩27天 我今天看到南華早報的一篇文章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篇文章就是 一名 來自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投稿 他就說 隨著 特朗普的連任希望持續下滑 他就有可能 是兵行險著 就會怎麼做呢 就是在外交上 承認台灣 變成了一個 戰時總統 來挽救自己的 政治前途 到底為他所說的 特朗普自製一個 更加震撼的10月驚奇出來 有沒有可能呢 我相信 如果 去到最後 譬如說過多一兩個星期 民望或者支持度 仍然可能沒有什麼起色的時候 特朗普真的會走到這一步 也不奇怪 因為現在連 總統大選辯論都說不去了 那你說還有什麼機遇可以讓他扭轉得到呢 事實上 如果特朗普真的打這張台灣牌 都是有跡可尋的 在過去這三個月以來 美台關係可以說是越走越親密 首先就有兩名的高級官員 分別就是衛生部長阿澤 和國務次卿克拉奇訪問台灣 然後在中共十一國慶當日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就說到明 說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 然後又說 對台出售七種武器 然後又說考慮對台灣出售這個MQ-9的無人機 再之後 美國的軍演 就直接 無人機軍演 搭載著地獄火導彈 就直接用中國來做假想敵 到底特朗普最後會不會打出這張台灣牌呢 相信 在接下來這兩個星期就會有所分曉 因為如果打得太遲的時候 對於特朗普來說都是沒有作用的 打得太遲 民眾反應不及 有些已經是郵寄投票 也是記了 所以 我相信這兩個星期很關鍵 最後就說一下 關於 譚詠倫 他又做了什麼呢 這個男校長 著名撐警藍絲藝人 他就已經說不玩Facebook和Instagram 全盤心意就走去微博那處圍勞 今天他又發表了一條微博 用iPhone來發表 又被人抓住了把柄 他就說這個彭斯是跟著他的主人 傻特朗普一樣 過分做作 以及不守規矩 實情 你這個巢皮論 說這番說話 就是 有問題 第一 你又被人知道你用iPhone X 喂 那時候你不用華為 你說到自己那麼愛國 最近有單新聞 就說騰訊 為了慶中秋 每位員工 好像說發放了一部華為手機給他們 但是有很多員工 不知道是不適合心水 還是不領情 就放在網上轉售圖利 實情如果要送中秋節禮物 最好當然是派現金 下出多些花紅也好 你把華為手機人 懷疑你是否制銷 結果一人騙了一部 派了一萬部 現在網上很多 譚詠麟可以上網 收拾一部便宜貨 你起碼發微博的時候 就用那一部 沒那麼肉酸 還有第二件事 今天 有不少的消息 都說 大陸在直播這一場 副總統辯論期間 那個直播信號 是受到干擾的 譚詠麟有沒有看得到 這場辯論 還是看點不看點 隨便拍了一個畫面 就誣蔽人家過份造作 和不守規矩 實情彭斯 就已經 起路不營於息 他的面部表情 根本上又沒有轉變 沒有流露出來 是深藏不露 成虎好心的一個人 連一個面部表情 都沒有轉變的人 都可以被你說成 過份造作 然後又說人家不守規矩 大佬 辯論偶然 會有插話 或者是超時 當然了 你猜香港的 低B辯論 一小時就關人的麥克風 這些完全 我認為才是不文明 你不就讓他叫囂 他叫囂 如果選民不認同他這種行為 自然不會給他票 你讓他就當他出醜 守規矩 你猜小學生辯論會 真是 好了 至於這個 譚詠麟又被人翻舊帳 他自己出國旅遊 用BNO 兒子就在加拿大 這些人說愛國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皇國 放棄了那本護照沒有 曬氣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